原來靜電是可以死人的 那隻手你一拖下去的時候 有機會噴一聲 那那一刻拖不拖得好呢?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哥仔 這條影片是跟大家說 我真的好討厭靜電 什麼呀?討厭靜電又喜歡餅? 真啊 在起床擦牙洗臉又好 到你上班開門那一刻 都要無神神電你一下 痛是少,嚇到那一刻是奶 不過痛也不是少 他不告訴你,你不知道無理一下 那一刻痛是比心理預備的痛大很多 整件事是很無辜的 感覺好像你逛逛街 有個人走過來打了你一拳 最重要是沒有神報 最近因為疫情 坐升降機時就少了這些情況出現 不幸中之小幸 還有拍拖也構成一個問題 就是那隻手 你一拖下去的時候有機會 一聲 那一刻拖不拖好呢? 拖的 只不過我已經研究了一套 對父母拉比靜電電的方法 我在片尾的時候告訴大家 方法是怎樣 在現在這個時候 那我就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是靜電 這次有點了道 因為我直接被他電到去做功課 我去上網找關於靜電的資料 然後才發現 原來靜電是可以死人的 是發生過一些很嚴重的意外 那這位女士 她只不過是不小心碰到油槍 就已經成了李錦聯上身 那些火燒鑊厲害的 那這位輕台 整支油槍已經變成了一個 那就是在2015年裡面 有15個人死了 再加484個人以上受傷的 八仙樂園粉塵爆炸慘案 都有一些專家說 是跟靜電有關的 那為什麼靜電看起來 它這麼廢又這麼陰濕的東西 是可以搞到這麼大堂東西 那麼大鑊呢 那我現在就跟大家說一下 靜電是什麼東西 那其實這個世界上 所有東西都是帶電的 就帶一顆靜電和帶一顆負電 那在兩件不同的物體接觸的關係 有機會有一方的負電 是會被另一邊搶一搶的 搶完就馬上還回來 但是搶一搶那一刻 就是電力獲金的原因 而如果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如果電位差達到300W以上 就會出現這個火花放電 如果旁邊有這個易燃物的話 就會馬上燒到含含含聲 聽到這雙腦牙底呢 是不是很想脫離靜電呢 看到那些所謂專家 都有在教大家 如何減低這個靜電的招式 這時候就告訴大家 他們就是認為你的身體 因為缺氧 所以就會中靜電 越缺氧就越易電 所以就要解決這個身體 缺氧的情況 因為都市人 大部分身體都會比較容易缺氧 那怎樣才可以沒那麼缺氧呢 只是做了一室 演功夫的事情 那就是保持室內的濕度 這些普通in-door的東西 你出到街都是要電的 那怎樣才可以出到街不用電呢 就是那些喝多點水 洗多點面 洗多點瘦 吃多點水果 總之就是補充水分 那你就沒那麼容易缺氧了 那方法就講了 講到這裡 我喜歡你們好運了 希望不會…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 日常生活應該不會那麼容易這樣 那這次純粹是我自己很憎靜電 然後就去上網 然後發現原來有些東西可以分享給你們 那就希望能幫到你們啦 還有…我剛才說片尾會告訴大家 是怎樣去應付這個無端被電傷的方法來的 那純粹是我的方法來的 不代表建議使用的 那大家在這個時候 就可以訂閱和訂閱的小鈴鐺 記得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還有搞屍棍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拜拜 那方法就是這樣的 逢你自己遇到自己有機會要碰到鐵的時候 那時候你很快地點什麼 你是有心理與美的 我會怎樣做呢 譬如我現在要開門了 我就要試一下 知道沒有遲了 所以才去開這扇門 那一下要電動是無可避免的 要電你就這樣了 但是你可以電我通 我不怕 但是你最好事先告訴我 我要知道 但是... 那就... 沒那麼害怕了 Work up! Work up! PG要打給你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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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